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战胜魔术之后 胡仁的战绩来到了35胜37负 他们再次回到了西部第十的位置 保留了附加赛的希望 说实话 这场胜利对胡仁来讲非常关键 一旦输给魔术 在这个接骨眼遭遇三连败 接下来常规赛只剩下最后十场 胡仁想要进附加赛都要看别人的眼色 他们差一点就在自己的主场翻车了 必须要承认的是 小将李福斯成了胡仁的救世主 如果没有他的操场发挥 胡仁大概率要遭遇三连败了 赢球自然是好事 但这场胜利 说实话 很玄 如果不是李福斯的超神表现 胡仁基本交代了 用胡仁随对记者特洛伊莱恩的话就是 胡仁拿下了一场他们非常需要的胜利 但是他们的担忧依然存在 胡仁看起来有一些球员 他们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全力争取胜利 他们需要100%投入竞争 可有人不像是这样 莱恩说出了很多球迷的心声 作为胡仁的绝对攻防核心 农眉是最需要在心态方面强硬起来的球员 不过农眉好在还在防守端展现了足够的影响力 胡仁的另一名首发 他的攻防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 他就是玛利克·比斯利 这场面对魔术 比斯利又拉胯了 他首发出战了26分钟 出场时间足够多 然而 比斯利的投篮效率只有7中1 其中3分只有5中1的效率 这里面还不乏有一些空位的机会 很可惜 作为胡仁这些年一直在追求的射手 比斯利连一些简单的机会都把握不住了 3分3篮板一助攻一失误 这是比斯利在26分钟内交出的成绩单 他的在场正负值只有可怜的15 换句话说 当比斯利下场之后 胡仁整整赢了魔术21分 这个差距非常夸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 胡仁球迷不仅已经受不了 看到比斯利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 他们更不愿意接受比斯利下赛季 继续拿着千万年薪留在胡仁 这已经是比斯利连续第三场拉胯了 进三场 比斯利三分一共20中午 命中率25.0% 再把样本放大 进八场 胡仁取得了五胜三负的成绩 可比斯利有七场三分命中率 在34%以下 有六场三分命中率在30%以下 这八场 他在三分线外一共55中 17 命中率只有30.9% 在胡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比斯利已经被贴上了低效射手的标签 如果说一开始 他被认为是神经刀 那么如今 开玩笑说就是 他只剩下了神经 没有了刀 如果说 比斯利是一名攻防巨驾的球员 那么即便他在进攻端状态不佳 他依旧可以在防守端做出贡献 然而 恰恰他的防守是漏洞级别的 漏人 单防 能力意识 比斯利的防守效率是联盟垫底的 根据统计 本赛季对防守人限制命中率排名联盟垫底的五名球员 比斯利赫然在列 当对手面对他的时候 投篮命中率超过了60% 一旦到了季后赛 这就会成为对手针对的点 频频遭到打击 简单来说 作为将冠军视为目标的胡仁 比斯利不是他们在二号位上的答案 之前可能很多球迷还搞不懂 为什么比斯利和范德比尔特连续被交易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这两人都有一定的弊端 范德比尔特道还好 不管他运球稳不稳 黄游首次数多不多 进攻端是否会影响空间 至少他的防守价值摆在这里 他的防守和拼近会给胡仁带来正面的影响 然而 比斯利如果三分投不开的话 他在场上基本就是负面作用了 三分不稳定 持球容易失误 防守基本没有 下赛季比斯利的年薪还达到了1652万 对于胡仁而言 他们必须要做出抉择了 比斯利下赛季的合同附带有球队选项 胡仁可以选择不执行他的合同 然后重新和他签下一份年薪较低的合同 或者胡仁可以执行他的合同 然后再搭一些资产 把比斯利送到其他球队补强阵容 不少胡仁球迷期待着詹姆斯的回归 可以激活比斯利 实际上 比斯利和詹姆斯也打过三场 这三场 比斯利在三分线外的效率分别为7中2 11中7 11中2 可以看出 不管有多少空位 比斯利该不稳定还是不稳定 关于胡仁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主场输给了雷霆之后 太阳吞下了近五场常规赛当中的第四场失利 他们从原本有机会挤进西部前三甚至是杀到第二 到如今距离跌出西部前四只剩下了0.5个胜场的差距 接下来太阳将连续面对一堆季后赛 附加赛甚至是争冠级别的球队 他们会不会跌出西部前四还真的很难说 接下来杜兰特仍会继续缺席 艾顿什么时候复出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保罗老太尽险 只靠布克 这只太阳引发了球迷的担心 太阳又一次在战绩方面遭遇了滑铁卢 这一次和他们之前那次跌至附加赛区间一样 离不开伤病的原因 不过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太阳的阵容厚度问题 他们的替补阵容实力沉弱 如今两大核心缺席替补顶上来之后 表现更加糟糕了 这也是他们这段时间连续输球的最大原因 即便是布克轰下了46分 依旧阻止不了太阳在主场被雷霆完成逆转 而此前艾顿保持健康的时候 太阳也遭遇了一波三连败 只能说 这支球队太过于依赖杜兰特了 如果他们没有杜兰特 太阳甚至都已经不在冠军行列的讨论当中 太阳的窘境 让不少杜兰特的球迷 开始对他接下来职业生涯的发展 表达出了担心 要知道 加盟太阳 杜兰特再度背上了骂名 这次 他来到太阳的压力并不小于当年去勇士的压力 可如今太阳的实力 远不如当时的勇士 如果杜兰特无法在效力太阳的时期夺冠的话 未来只要提到他 他生涯的这些选择 只会给他带去负面的影响 在过去的这个休赛期 杜兰特申请交易 他指定太阳和热火作为自己下架的首选 让他再次被贴上了软弱的标签 太阳在一个赛季之前是总决赛球队 热火则是20年的总决赛球队 本赛季的交易截止日 由于欧文离队 杜兰特再次提出交易申请 这一次 篮网没有让杜兰特失望 蔡老板甚至都没有把交易杜兰特的消息放出去 让大家竞价 很明显 蔡老板成全了杜兰特 送杜兰特去太阳 篮网甚至连爱顿都没有换来 从这个角度足以看出 篮网对杜兰特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至少杜兰特没有加盟一支被掏空的球队 然而来到太阳之后 大家才发现 这里的情况并不一般 他们并不像交易截止日所说的那样 已经锁定了总冠军奖杯 首先就是他们的阵容深度问题 布里奇斯和约翰逊离开之后 太阳原本就非常一般的阵容深度 再次遭受到了打击 他们的替补阵容实力非常一般 一旦到了季后赛 主力核心长时间出战 这是很容易就能预料到的事情 替补不行 靠着强大的核心首发 也能统治攻防 可惜的是 太阳不仅没有外界吹嘘的四巨头 反而他们的阵容 几乎只有杜兰特和布克这两个点 可以称得上是绝对强点 艾顿几乎没有自主进攻能力 他除了吃饼之外 球风偏软 难堪大人 保罗虽然依旧拿着3000万美元左右的薪水 可除了组织进攻之外 当太阳需要他站出来得分时 37岁的保罗也显得有心无力 说白了 这只太阳 他们封现位置的攻防责任 都落都到了杜兰特的身上 他们带领替补阵容的责任 同样落到了杜兰特或是布克的身上 并且这只太阳是一支违背如今 NBA发展的球队 他们是中距离大队 这在如今的时代 被看作是最低效的进攻方式 成功率来讲 中距离没有篮下成功率高 制造犯规的可能性更是远不如篮下 得分方面来讲 中距离比三分线少一分 恰恰太阳的四名核心都是痴迷于或者说技术特点 就是大量进攻集中在中距离 这很容易被针对 这只太阳 缺少一名速度快的突破手 对于内线的冲击 他们差了一点 而这一点缺陷 同样只能由布克和杜兰特去弥补 总之 这只太阳问题还有很多 并且看起来想要解决并不容易 而对于杜兰特而言 他不能失败 他在勇士的经历被认为是走了捷径 拦往生涯 他也没有承担起领袖该有的责任 对待欧文闹事 杜兰特没有给出态度 浪费了绝佳的阵容 如今合同期内申请交易来到太阳 杜兰特更没有了退路 杜兰特更有的责任